当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 据媒体报道 截至8月22日 全球确诊病例超2281万例 事实上 全球范围内的感染人数 实际都要比确诊大得多 美疾控中心主任估计 美国实际感染人数 是确诊人数的10倍 假如 全球范围内实际感染人数 只要达到确诊人数的5倍 实际感染人数 过瘾了 从一系列的新冠疫情的数据上 我们可以看出 新冠真的是太厉害了 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 新冠病毒的影响 将可能会持续数十年 长期影响人类 新冠真的是一个特殊的病毒 哪怕有了抗体 也不是一劳永逸 因为抗体在体内 可能只能支持三个月到一年 因此得过新冠产生抗体 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 三个月后 伊朗可能会再次感染 有此也可以看出 早前西方国家兴奋的 所谓群体免疫 是多么可笑 什么是群体免疫 按照西方的标准 相关国家的感染人口 占到了总人口的60%以上 才叫做该国已经实现了群体免疫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 人体内的新冠抗体 只能持续三个月到一年 这意味着 一个人感染了三个月后 可能再次感染 如是循环 反复 什么时候是个头 所以新冠根本不可能实现 自然的群体免疫 既然 自然群体免疫已经不可能 那么通过人工干预 进行群体免疫 就意义重大了 所谓人工的群体免疫 就是打疫苗 因此 新冠疫苗就是战略支援 当今世界 哪个国家研制出了新冠疫苗 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看 俄罗斯宣布研制成功新冠疫苗 但实际上 俄罗斯的疫苗才进展到临床一期 为了控制疫情 俄罗斯直接的就拿来使用了 这个疫苗是牺牲了 一定的安全性提前上市的 除了俄罗斯上市的疫苗外 中国的新冠疫苗 应该是最成熟的 中国新冠疫苗 已经进展到了临床三期 事实上 在局部领域 已经开始应用 所以安全性要更好 根据计划 中国的新冠疫苗 将会在年底批蓝上市 当下新冠疫苗还很少 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 新冠疫苗 就是战略支援 中国最高领导人 在今年5月 曾宣布 中国新冠疫苗 研发完成 并投入使用后 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这就意味着 中国将不会 把新冠疫苗 作为普通的商品 向其他国家收取专利费 也不会卖高价 不过现实情况是 新冠疫苗 毕竟是稀缺支援 所以不可能所有的国家 都能够立刻的满足供应 供应顺序必有先后 那么作为最先拥有疫苗的国家之一 我们的疫苗除了优先的供应国内 和保证产业链供应快捷通道的需要外 还会优先供应谁呢 这个问题刚刚有了答案 李克强总理8月24日 在北京表示 中方将在兰媒合作 装饰基金框架下 设立公共卫生装饰资金 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向湄公河国家 提供抗疫物资和技术支持 中方新冠疫苗 研制完成并透露使用后 将优先的向湄公河国家提供 国际社会团结合作 攸关全球的抗击疫情大局 中方愿同湄公河各国一道 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 那么湄公河流域国家都有谁呢 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 六个国家一共差不多17亿人 中国14亿人口加上其他五个国家约商亿人口 中国的新冠疫苗年底将上市 在国内其实已经开始在一些领域和行业展开应用 譬如海关、医护以及特殊部门的特殊人群等 都开始注射新冠疫苗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中国为啥要优先的供应湄公河国家呢 在我看来 优先供应湄公河国家有三个原因 一、优先考虑与中国安全关系紧密的国家 为什么优先考虑湄公河国家 因为这五个国家是中南半岛的主要国家 中南半岛与中国相连 中国与这五个国家的三个是邻国 边境现场人员往来平凡 中国三个邻国与另外两个非邻国 也是人员往来非常平凡 一旦这些国家普遍的存在病毒 中国就很难独善起身 因此对中国来说 这五个国家注射疫苗实现了群体免疫 对中国的安全非常重要 所以中国优先的供应湄公河国家就不难理解了 二、有利于中国与东盟经济的融合 湄公河国家都是东盟国家 占东盟约一半人口 东盟又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所以优先的供应湄公河国家 实际上就是优先的供应东盟国家 可以预见在优先供应湄公河国家后 紧接着中国就会进一步的优先供应东盟国家 一旦用疫苗帮助东盟解决了疫情问题 那么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融合将会加速 智贸区2.0版本将加速的推进 东盟是中国经济的后院 解决好后院之忧 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美国想控制东南亚 有中国在根本不可能 想树立政治标杆 中国与东盟国家 整体的政治互信是很高的 哪怕是前几年呈访华的新加坡 李显龙最近也开始谈自己的祖先是中国人了 所以中国在湄公河国家 未来在东盟推广中国疫苗 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国家免疫 在政治上非常的有利于树立全球的标杆作用 有助于全球各国与中国展开抗议合作 提高中国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 新冠疫情其实不仅仅是人类与病毒的战争 更是一场政治博弈 美国从开始都在谋求利用新冠疫情打压中国 虽未能得逞 美国却从未放弃 至今依然在借新冠疫情抹黑和攻击中国 面对美国的频繁攻击耍流氓 中国一方面要强力地反驳反击 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做更多工作 以打造更加友好的国际外交环境 那么现在中国的新冠疫苗即将上市 这个新冠疫苗不但可以造福人类帮助其他国家 也能让全世界看得更清楚 面对新冠病毒这个全人类的敌人 谁做得更好更加的大功无师 谁对世界更有责任感 谁又积极地帮助他国 随着时间推移 但中国成为了全球新冠疫情的问题解决设施 美国的那些污蔑抹黑 不但无法攻击中国 还会影响美国的国家信誉 因为中国所做或在做的事 都是对相关国家有利的 美国则相反 只有美国自己张冠 其他国家的利益根本无法获得保障 中国的新冠疫苗要出来了 这不但让中国人看到了良好的预期 也让全球范围内更多的国家意识到 中国的价值和重要性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中国在努力 并且可以预见也会取得成效 但以美国的德行 恐怕接下来又会变着花样攻击中国 尤其是在美国大选越来越近之时 特朗普政府大概率会进一步的歇视底里 譬如 现在中国的疫苗即将问世 那么美国很可能会拿中国的疫苗 说是攻击中国 对此 我们需要提前有所预期 也做好应对准备 中国准备优先的向湄公盒国家提供疫苗支持 这才是中国出手的第一步 中国有疫苗 中国出手必中 可以预见 未来中国会向更多的国家提供疫苗 中国制造的疫苗就是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将展露无遗 客观上说 未来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新冠疫情的问题解决者 等着瞧吧 真到那时了 美国政府才会感到自己的虚弱 no 就这么这样十分之后